网川贤居赠培秀采迪,唐代,王为,寒山转苍翠,秋水日禅远,以仗柴门外,临风听木禅,渡头鱼落日,须里尚孤烟,复职皆于醉,狂歌无六前。 一闻,寒山转变得格外郁郁苍苍,秋水日日舒缓地流向远方,我铸杖助力在茅舍的门外,迎风细听着纳木禅的吟唱,渡头那边太阳快要落山了,村子里的吹烟一缕缕飘散,又碰到裴迪这个皆于酒醉,在恰如陶钱的我面前欧狂。 创作背景,培迪是王为的好友,两人同影中南山,常常在网川、福州往来,弹琴附诗,笑勇中日就唐书王为传,此诗就是他们的彼此仇赠之作。 赏西,此诗所要极力表现的是网川的秋景,一连和三连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,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,苍翠的寒山,缓缓的秋水,渡口的夕阳,虚礼的吹烟,有声有色。 动静结合,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山水画,诗的二连和四连写诗人与陪迪的贤居之乐。 以仗柴门,林峰听禅,把诗人安逸的神态,超然物外的情志,写得栩栩如生,醉酒狂歌,则把裴迪的狂誓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,全诗物我一体,情景交融,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。 此诗,画,音乐完美结合的舞律,首连和景连写景,描绘网川附近山水田园的深秋暮色,汉连和伟连写人,刻画诗人和裴迪两个影视的形象,风光人物,交替行文,相应程趣,形成物我一体,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,书写诗人的贤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切情意。 寒山转苍翠,秋水日缠缘,首连写山中秋景,实在水落石出的寒秋,山间泉水不停歇的缠缠作响,随着天色向晚,山色也变得更加苍翠,不带汉连说出,目、子,已给人以时尽黄昏的印象,转和日用的巧妙,转苍翠,表示山色愈来愈深, 愈来愈浓,山是静止的,这一转字,便凭借颜色的渐变而写出它的动态。 日缠缘,就是日日缠缘,每日每时都在宣响,水是流动的,用一日字,却令人感觉它始终如一的守恒, 寥寥十字,勾勒出一幅有色彩,有音响,动静结合的画面。 渡头于落日,虚里上孤烟,景连写原野暮色,夕阳欲落,春烟出生,是田野黄昏的典型景象。 渡头在水,虚里在路,落日属自然,春烟属人士,景物的玄曲是很渐降星的。 虚里上孤烟,险戏从陶前,爱爱远人村,依依虚里烟,归田园居之一,点化而来。 但陶剧是拟人化的表现远处村落上方吹烟营绕,不忍离去的情味。 王剧却是用白描手法,表现黄昏第一缕,吹烟鸟鸟升到半空的景象,各有各的形象,各有各的意境。 这一连是王维修辞的名剧。 历来被人称道,渡头于落日,精确地检取落日,行将与水面相切的一瞬间。 富有帮运地显示了落日的动态和趋向。 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。 虚里上孤烟,写的也是富有帮运的片刻。 上字,不仅写出吹烟悠然上升的动态, 而且显示已经升到相当的高度。 首景两连,以寒山、秋水、落日、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, 构成一幅和谐静谧的山水田园风景画。 但这风景并非单纯的孤立的客观存在, 而是画在人眼里。 人在画图中,一景一物都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而戴上了感情色彩。 汉连,以仗柴门外,凌风听木禅。 这就是诗人的形象。 柴门,表现隐居生活和田园风味。 以仗,表现年事以高和意态安闲。 柴门之外,以仗凌风,听晚树名禅寒寒山泉水。 看渡头落日虚里孤烟,那安逸的神态。 《潇洒的闲情》和《侧扶老以流弃》使脚手而侠观归去来词的陶渊明有几分相似。 事实上,王维对那位古今影译诗人之宗,也是十分仰慕的。 就在这首诗中,不仅仿效了陶的诗句, 而且在伟廉引用了陶的典故,不值皆于醉。 狂歌五柳前,陶文五柳先生传的主人公。 是一位忘怀得诗,诗酒自愚的赢者。 宅边有五柳树,应以为浩烟。 实则,生正是陶钱的自我写照。 而王维自称五柳,就是以陶钱自旷的。 接鱼,是春秋时代,奉歌笑孔秋的楚国狂誓。 诗人把沉醉狂歌的陪迪与楚狂接鱼相比, 乃是对这位年轻朋友的赞许。 陶钱与阶鱼,王维与陪迪, 个性虽大不一样, 但那超然物外的心计却是相敬相亲的。 所以, 不值皆于醉的副字, 不表示又一次遇见陪迪, 而是表示诗人情感的加倍和进层, 既赏家景, 更欲良鹏, 网川贤居之乐。 至于此即啊, 墨连生动地刻画了陪迪的狂誓形象, 表明了诗人对他的由衷的好感和欢迎。 诗题中的赠字, 也便有了着落。 汉连和韦连, 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, 也不是孤立进行, 而是和景物描写密切结合的。 柴门、木禅、晚风、吴柳, 有形无形, 有生无生, 都是写景。 吴柳, 虽是典故, 但对王维说来, 模仿陶渊明笔下的人物, 只吴柳于柴门之外, 这是自然而然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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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